好的,那第一个议题要跟大家分享的 就是我看到了这个标题的时候 我着实有吓一跳 我想说新训的班长 什么时候变这么厉害了 还是我们的义务役的新兵 什么时候变得这么精实了 所以我看到的时候 真的有点吓一跳 因为他的斗大标题写着 我们今年度第一梯次的 一年齐义务役的新兵 已经接受完了新兵训练的教育 所以在期末的时候 来实施新兵的期末建策 期末建策的巷刺当中 非常重要的一个成绩 就是我们的实弹射击的成绩 大家也看到这个标题里面写了 手提的新兵建策的射击合格率 既然高达95% 不是59 他没有写错 不是59 是95 我看到想说 我在国军担任 不管是各项的裁判官 以及射击竞赛的裁判官 或者是体能战绩竞赛的裁判官 这么长的时间 你说一个长辈部队 不管是它是机部 或者是装甲 我们最有战力的部队 它的射击成绩要达到95%的话 也是非常的不容易 不是你想的是95而已 又没有100 不是 以我们国军的射击成绩的标准 来检视我们所有的部队的话 射击成绩要95% 是真的有一点困难 更正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 因为我在射击竞赛里面 测验了所有的部队 最高最高 我曾经测验一个 我是说时兵单位 不是新训 最高最高 我曾经测到一个单位 是宪兵的某一个部队 95% 他就刚好95% 不过我那是因为是射击竞赛嘛 所以呢 来接受测验的都是 各连的 各连的这个狙击手 各连都有一个两个狙击手 那是以铝为单位成绩 铝比照同等级的单位成绩 来做计算 你看哦 狙击手最高的一个单位 才95% 那我不知道这个新兵建策率 这个95% 你是为了让我们的国人心安 还是你只想欺骗自己 因为新兵训练的测验项目 跟我们一般常备部队的 射击训练项目 可能不太一样 那因应他这次新兵训练 是一个游民转兵的阶段 所以呢 我相信部训部的各个教官 对于新兵测验射击的项目 的选定 应该也是花费了很大的心思 那我们现在的新兵测验的 这个期末建策的合格标准呢 是握支 然后呢 去射击175公尺外的 贵支迷彩把 然后呢 总共要射击18发 一分30秒以内 如果你中9发以上的话 就算是合格 那射击过程中 必须要更换弹夹 18发嘛 一个弹夹装三 装六发子弹 总共是三个弹夹 也就是说 你总共要 这个换发两次的 这个弹夹 然后完成18发的射击 要在一分30秒以内 那你说这个难吗 如果以换弹夹来说 或许比我们以前的射击测验 还要困难一点点 因为我们之前的一般的 不管是战斗资源单位 或勤务资源单位的 他们是射击 也是175公尺的贵支迷彩吧 在30秒里面 要射击6发 那其中呢 4发以上就为合格 但是呢 时间也是30秒 但是我们新兵呢 他是要换装两次弹夹 也是一分30秒 总共要射18发 乍看之下 应该是新兵会有 比较困难一点点 但是他的合格成绩呢 就只有18里面中9发 所以呢 这个整个感觉起来啦 就是跟我们常备部队的 不管是战斗资源单位 或勤务资源单位的 射击的成绩 大概差不多 虽然合格率比较低 但是因为他换装弹夹的关系 所以两个应该是差不多的 所以你就会发现 新兵呢 经过我们 我不知道是现在教育班长太强 还是我们新兵理解能力太好 或者是整个训练过程 非常的扎实 所以呢 他在期末建策 我们射击的时候 竟然可以高达合格率95% 我突然就觉得 如果假以时日 把我们新训的教育班长 跟常备部队的那些 机部旅的这个班长交换 我们会不会让我们 这个常备部队 机部旅的那些 士兵同仁 这个射击合格率瞬间提升 我不知道 但是呢 以我测验过这么多常备部队 我说真的 装甲跟机部 是我们现在陆军的地面部队 里面战力算是很强很强的 那他们的射击合格率呢 大概就80到85之间 就已经很不错了 如果你这个连队 就是连长日益精实的去训练 大概90 你要达到像这个新兵95 真的不容易 他总共这一次首批的新兵 实弹射击测验总共200人 不到10个人不合格 不到哦 就是9个人或8个人而已 那真的是 我只能说 不知道这一梯次是样板人物 还是我们这个测验的过程中 运用了许多技巧 可能很多人说 测验就测验有什么技巧 那是你觉得啊 以我担任裁判官这么长的时间 你说实弹射击 用不管是人工超把 或者是我们的自动把的把机 你觉得都没办法作弊吗 真的吗 真的是这样吗 我们当然不可能去说我们的这个新兵这一次的测验一定是作弊了 我们不会这样讲 只是说我希望这个成绩是真的 那如果这个成绩是真的 我们把它列为耳后各梯次的标准 你敢不敢 就是说我们今天既然我们三栋梁旅可以测验出95%合格率的这个涉及成绩 我问你以后的各梯次敢不敢用这个成绩当最低标准 你只要低于95% 赢长跟连长就成绩 我笑你不敢 我们首先先姑且不论这个成绩是否真实 当然我们希望它是真实的 但是我只能说这个成绩不容易达到 那我们换个方向来讲 如果它成绩是假的该怎么做 它怎么做出这个假成绩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舞弊嘛 作弊嘛 那作弊的方法有哪些 你可能说这个我们每一梯次的新兵 每一波次的测验全部都用新的把板 哪里有作弊 你看我们把板上面有几个弹孔 绝对都是合格的啦 九发以上啦 你涉及发数越多 我作弊的几率越大 为什么 今天我隔壁的林兵 他每次测验的时候 我们在练习的时候 他每次都打六七发而已啦 是不是 然后呢 我这个新兵呢 我是他的林兵 我每次都打15发16发啦 那请问我可不可以补4发给他 反正我补4发给他 他就算是本来打七八发 补4发也不会超过啦 那以他的水准也不可能打15发啦 15发我补4发给他就超过了嘛 超过18发人家就知道他在做假了嘛 那我可不可以补给他4发就好 我设计很厉害啊 可不可以 当然可以啊 这个就是技巧性的提升各联的这个设计的合格率 当然我们是希望不要有这种情势发生 因为呢 通财把台上面左右线各会有一个裁判官在后方检视有没有补把的行为 但是你说一个裁判官要看五个把位其实是有难度的 好所以呢 我还是希望啦 这一次这个期末建策的这个设计的合格率啊 是一个非常真实的成绩 也希望他列为耳后各T次测验新兵射击的标准 你只要低于95%的连长营长都给他申戒一次 我觉得我看你敢不敢 你敢不敢 就连现在这个T次的长测干部 也是你下次再接新兵没有超过95 没有平均于95 你就成组 你敢不敢 我相信不敢 我们再来看一看 他之后敢不敢 各T次敢不敢再把射击成绩拿出来 那如果真的 这个是真的成绩 如果这次测验的这个设计合格率90%是真实的 那我就觉得长辈部队的那些人员真的要检讨 对啊 人家新兵都可以干到95%的成绩 你长辈部队现在还在85 90 那人家95呢 你长辈部队全部几乎都是全志愿役的 你还打输人家 你要不要脸啊 你志愿役领了这么多钱 你还打输人家 你要不要脸 所以呢 这个成绩呢 我觉得有待商榷了 但是我希望它是真实的 表示这一次的新兵训练 因为变成一年的EUV 我们的教育班长非常用心的在教导 以至于呢 所以呢 得到了非常良好的设计成绩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真的非常欣慰 表示我们的EUV不是不行吗 他们只是没有好好教嘛 你看好好一教 连EUV的设计成绩都可以达到95% 吓人啊 还真的蛮吓人的 所以呢 还是希望 这个成绩是真实的 那如果是真实的话 我真的感觉非常欣慰 我也看得起你国军 我也看得起你新薰单位了 至少把新兵交到设计合格率95% 我给你竖一个大拇指 所以我还是老话一句 希望这个成绩是真实的 这个是第一点要跟大家做分享的 有没有什么问题 普利亚拉手你好 政党案你好 Talks你好 常打游戏成绩就会好 跟你说一句老实话啦 我从小到大 没有在打游戏的 更不要说什么射击的游戏啊 那我也把军人当得很好啊 所以 当然啦 可能你常玩一些射击的游戏 可能对于临场感的运用啊 跟变化 你可能会比较好掌握 但是呢 我觉得用国军的准则的各项要领去要求 然后经常性的练习 应该也可以达到很好的成绩啊 对我是 我这个人很奇怪 我这个人就真的很怪 为什么叫怪物 我就真的很怪 我从小到大也不看漫画 也不看小说 我也不喜欢什么游戏 我都不喜欢 我就是喜欢出国旅行 就是喜欢规划行程 这是我的兴趣 其他我也不喜欢看电视 我也不喜欢看漫画 不喜欢看电影 是有时候久久会去一次啊 我跟人家很奇怪 跟人家很不一样 对啊 我不看漫画也不看小说 所以你常常跟我讲说天龙八部里面 我完全不知道 我的国中高中没有小说这种东西 也没有漫画这种东西 你现在叫我讲七龙珠 最近鸟三鸣怎么了 你要叫我讲七龙珠整个脉络 我讲不出来 因为我根本不看漫画 当然会听到人家讲说七龙珠 什么东西 对不对 会听人家讲 但是呢 我真的都不看 我这个人还蛮奇怪的 对啊 好 还有什么问题的 逛街玩 你好 打到合格 应该是不会打到合格 因为测验就是测验 测验的机会就只有一次了 不会让你打到合格 你可以下一次补测 但是不会在当梯次 马上再让你补测 不会 你就不合格了 表示你可能还有紧张啊 你要回去再训练啊 才能再来测验啊 不是让你一直打到合格 那测验个屁啊 每个人设计成绩都合格不就好了 所以不会 不会那种什么 一直打到合格啊 没有这种 有的话就是什么 你复训之后隔一个礼拜 再来测验 或者是隔两个礼拜再来测验 那种有可能啊 但是你说当下 他一直打到合格 不太可能啊 测验官他又不是白痴 人家测验官也是专业的 对不对 他也不是白痴嘛 所以我觉得是 这个相次是不太可能发生了 好 还有什么问题 隔壁临兵 打到及格边缘的赶 所以这个我刚才讲 你发数越多越好做 发数越多越好做 18发重9发 其实如果按照正常的训练 模式来说应该是可以达到啦 因为他只是一半嘛 不是像我们之前 六发的话三分之二 那三分之二是因为 不需要更换弹夹嘛 你更换弹夹 当然还是会晃动你的枪支 因为还是要转枪面 然后上弹夹嘛 所以还是有点难度 但是他已经把合格力降低了 所以应该是可以达到 应该是可以达到 这个是谁 PROD 那么多光 谢谢大家